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鲜蛋宝石 西游记里面的女儿国充满了神奇的色彩 女人们自成一国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令人十分向往 但是在我们身边也有这么一个女儿国 她们想要过得自在些 却并没有那么容易 在1990年的肯尼亚内罗币北部的桑布鲁地区 有15个女孩被迫来到这里 组建了一个不准男性进入的女儿村 那就是M29 Village 为什么说是被迫的呢 因为这背后的原因令人十分的心酸 因为这15个女性全是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 只有在这里 她们才能找回自尊 勉强地重新生活起来 26年以来 生活在这里的群世女人和孩子 越来越多的女人 为了逃避同婚家暴和非洲残忍的隔离等伤害 来到这里 M29 Village 儼然成为了肯尼亚女人的乌托邦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小村子 却让女权地下的肯尼亚 有了一个可以让女性发生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 M29 Village 现有47名女性和200名儿童生活在这 在这里生活 她们得到了经济独立 靠着出售一些手工珠宝等公益品 和收取参观的门票费用为活 虽然不是很富裕 但她们认为 不依赖男人靠自己赚的钱 活得更像个人一些 除此之外 M29 Village 有自己的学校 附近的孩子们也能来这上学 村里的年长女性还开班授课 教导附近村庄的年轻女孩 告诉她们早婚和隔离的危害 尽管成年男性不允许住在村里 但是也有人被雇佣做事 比如说放牧 也会和外村的男性生孩子 M29 Village 已经成为了 受孽带女性的希望 所以有很多类似的村子 也陆陆续续的冒了出来 小编觉得这是一件 非常不错的事情 在这里教会了女孩子们 独立自强 这是现代社会 所有女性应该懂得的东西 好吧 希望地球人不断的作业 让我们继续吐槽 世界如此吐槽 新闻也需要前调 还不点关注 你是在等什么呢 都会给你帮助